大家好,我是伍伯贵医师 临床上有时候会有比较年轻的病友 可能是因为工作性质 长期膝盖负重太大 或者是过于频繁地进行登山、跑步等运动 导致膝盖在50至60岁左右 就发生严重的磨损 甚至渐渐出现O型腿的变形 希望我们帮它置换人工膝关节 但其实一般我们医师会建议 不要太早进行人工膝关节致患术 今天我就来与各位分享 什么时机点才比较适合进行手术 人工膝关节致患术确实可以大幅度改善疼痛 并且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质 但一般我们会建议 除非是真的非常疼痛不甘 否则还是会建议中壮年族群 先以保守治疗或其他疗法为主 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不建议在这个时机点进行手术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医师会希望 病患一辈子 只需要进行一次人工膝关节致患就好 如果在50至60岁左右进行人工膝关节致患术 手术后并有大度会顺利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并且持续的进行原本的日常运动 例如像跑步、打球、爬山等 并会容易增加人工膝关节臨界的磨损 导致未来在20或30年后 有可能会因为臨界的磨损而需要再进行一次致患手术 当然现在的人工关节材料不断的进步 有号称更耐磨的甚至抗氧化的材质 但我们医师还是会认为 如果能够先等个几年 我们就尽量等个几年 一般来说 我们会认为最适合接受人工膝关节的手术年龄 是在65岁之后 此时不论是使用健保或者是自费的材质 未来二、三十年需要再开一次刀的机会 都能够下降许多 我们会建议平常的膝盖保养 多热服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有时候痛起来 就可以试情况使用一些口服的止痛药 若还是无法改善 也可以考虑到门诊、膝关节 局部施打消炎症 通常都可以大幅度的改善疼痛 另外若是我们的年龄不到60岁 在医师评估适合的情况下 也可以考虑先使用高位颈骨、截骨矫正手术 这个手术将有机会延后置换人工膝关节的时间点 甚至保养的当 也可能未来都不需要置换人工膝关节 而有关高位颈骨、截骨矫正手术 大家可以从我们其他影片中获得更清楚的了解 总结而言 最适合人工膝关节手术的年龄 一般是在65岁之后 但若是我们的膝盖已经发生非常严重的O型腿变形 甚至几乎每天都需要靠止痛药来止痛 无法正常的出门散步运动 这时我们还是会建议 提早进行人工膝关节致换术 避免长期使用止痛药所带来的副作用 或是无法运动而造成肌肉萎缩或心肺功能降低 但在手术后 我们需要更重视关节的保养 才能够增加人工膝关节的使用年限 避免未来再致换的可能 我是台北荣总关节重建科主任吴博龟医师 祝您健康、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